这些兰花是一个多月前在花卉.ca上购买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进展 分享之前先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广告 就是花卉.ca现在又有活动了 比如说兰花像这种国兰洋兰 兰花是买六送四 详细信息到它的网站上去看 花卉.ca 除了兰花以外 还有其他热带植物有不同的折扣 不同的促销 当时报回来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过 所有的都看过 开箱看过 现在是一个半月左右吧 五周五六周 国兰呢还没动静 都是所有的国兰都是半水培 表面上看着还没动静 对不起更正一下 这有一个有动静 就是春兰 一个是汪字 这两个这是两颗春兰 不同的品种 一个汪字一个笼字种在一起 开始发小苗了 你看 这两颗都有差不多一寸多 一寸半的小苗 用的植料呢 除了半水培以外 表面铺面是树皮 下面是桃栗 桃栗半水培 如果我是有经验的哈 我不是经验 我是有教训的哈 如果因为水下面的土 质料太湿 导致烂根上面的叶子 可能要几周以后才能反映出来 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 表现的是首先是干尖 干尖干得很厉害 你得不停捡 不停捡 不停捡 最后 整个叶子脱落 退苗 死掉 叶子死掉 叶子越长越少 那是我以前的教训哈 看过很多 到目前为止 没有出现明显的继续干尖 来的时候有一点点干尖 不是特别完美 很难找到完美的哈 有一点点干尖 你看这看不出来 你看就这么一点点 可以忽略不计 不影响美观 到现在为止呢 没有恶化至少 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再来看几个杨兰 花 开着花呢 谢了 两个老梗 老的甲林镜 黄了 软了 可以摘了 长了一个新的小牙 这个就是著名的泼奶 泼墨石湖 秋石湖 这就是希望啊 上头挂着铁丝 我这是吊养 吊在我的这个小温室里头 像这样挂着 温暖明亮 潮呼呼 来的时候好像是四片叶子 都掉了 掉两片 就剩两片 坚持 有新的生长 就有希望 再来看这个卡特兰 好像他是带着 他带着花吗 我都忘了 这是记不清 一个多月 记不清楚 你看 来的时候 这个小牙 只有一点点 一个半月 长得蛮快的 小牙一点点 多大呢 就像这个 看在这个底下 这个 就是那么大 很不明显 可能鼓出来了 这还是瘪着呢 还在休眠 长得也不错 挺满意的 一部分根 露在外面 到处寻找支撑 水源 一部分根扎到 植料里面 长得很好 仔细看这植料里面啊 有不少空根烂根 那是他原来 我估计是原来带的老根 我发现这个 很难保住老根 新买的 新买的卡特兰啊 很难保住老根 至少我还 做不到 但是新根呢 只要温暖 明亮 新根长得很快 你看 一个半月 快不快长得 蝴蝶兰 这个来的时候 梅花哈 也是长了新根 这是来了以后 在我家长新根 长了一个新的叶子 开始生长 看 很可爱 这是长在里面的根 看在底下 这个也是新长的 估计原来是在里头啊 它是长长了 另外一颗蝴蝶兰 对 这个是带着花来的 也是长了新根 发了新芽 这片叶子也是新长的 一个半月开始上涨 算浮盆了吧 你看里面的健康的根 都是新长的 老根都难说 其实相对来说 蝴蝶兰的根 是容易保得住的 卡特兰 我还没太多成功经验 蝴蝶兰 应该是没问题 就是上来 不要太湿 水苔有点偏湿 这是昨天刚浇完水 我是也是等它基本上快干了 才给它浇的水 泡的水 而且从这几片大叶子 老叶子 这大了就不管啊 就看它这个新生力量 这几片新的叶子 你看 直立的 直挺挺的 说明健康 好了 这些新买的 一个半月的兰花 就说这么多 如果你要是对这个 温室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拍一集视频 说说里面的温度湿度 开灯时间 如果你在加拿大 可以去花卉.ca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品种 这个折扣还是挺不错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问店主Ethan 或者是加入兰花群 群里头啊 几乎每天都有高手 贴他们漂亮的兰花 真的是学习啊 关于我这些兰花呢 有什么问题啊 有什么指教啊 欢迎在下面留言 非常感谢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